大国博弈大多数情况下是小国倒霉 尤其是那种不识食物 不懂局势乱来的小国 往往会在大国较量中率先遭遇灾祸 比较典型的国家如东欧的波兰 历史上多次因取舍不但的冒进而被灭过 哪怕到今天波兰在政治上 依然还是一副愣头亲的模样 不过在那些不知轻重 不知取舍的小国当中 还有另一个国家比波兰更加的满撞和人头亲 甚至可以用极其愚蠢来巡龙 那就是东欧国家乌克兰 乌克兰这个国家情况本来是很可以的 苏联解体后它在国际上被称作二哥 是除了俄罗斯之外继承苏联家底最多的国家 苏联解体后乌克兰城市核大国 工业也非常发达 苏联军工业企业都在乌克兰 但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的智商普遍存在问题 因为中国的话说就是缺心眼 或者说这个国家根本没有真正的政治精英 他们压根就是一群把一己私利 放在国家利益至上的家伙 甚至完全没有国家的民族利益的概念 所以乌克兰自从苏联解体独立以来 现在近30年过去了 这个国家就没有消停过 翻来覆去的搞颜色革命 一伙亲欧一伙亲俄 直到2013年这次的街头革命彻底崩盘 在我看来 对乌克兰这个国家而言 真正的灾难是与美俄陷入政治上的尖锐对立 并最终引发乌克兰的街头革命 我们都知道2008年因为美国次贷危机 引爆了全球金融危机 2010年在美国的压力下又引爆了欧债危机 2011年美国为了转嫁矛盾 策划并引导了阿拉伯之春运动 这场运动推翻了中东北非多个国家的政权 在这些被推翻的政权的国家当中 利比亚是美欧政治利益交换的结果 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后 欧盟试图拿到利比亚的石油 从而解自己的难迷之急 所以2011年美国在北约层面 配合欧洲推翻了利比亚卡扎菲政权 作为交换 欧盟要配合美国推翻叙利亚政权 根据计划奥巴马在2013年9月宣布 要军事打击叙利亚以更迭阿萨德的政权 就在此时班鲁杀出了个普京 他强势宣布自要美国军事打击叙利亚 俄罗斯将亲近全力支持阿萨德 在俄罗斯的压力下 奥巴马政府选择了妥协 把球踢给了美国国会 最后军事打击叙利亚的计划不了了之 为了报复俄罗斯 美国在乌克兰身上大作文章 面对即将全面倒向西方的乌克兰 俄罗斯选择了支持克里米亚 和乌克兰东部的政治运动 最终 克里米亚申布独立 并接着加入俄罗斯 东乌克兰则在俄罗斯的军事支持下 长期处于高度武装制制状态 之所以没有支持东乌克兰独立的加入俄罗斯 就是希望乌克兰能够保持相对完整 未来乌克兰的政治还有机会翻盘 如此乌克兰就依然是俄的地缘战略换冲区 然后对于俄来说 如果乌克兰决定加入北约 那就没有选择了 大概率会支持东乌克兰独立 甚至可能支持其加入俄罗斯 所以对乌克兰而言 现在的国家安全和领土完整 都是处于岌岌可危的状态 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如果乌克兰选择不好 这个国家不但可能面临巨大的战乱 还可能面临更严重的国家分裂 整个东乌克兰都可能独立 乃至也效仿克里米亚模式 在宣布独立后加入俄罗斯 在这样的局面下 如果乌克兰的政客真的有头脑 就应该表现得足够柔软 用时间逐渐地化解一些尖锐矛盾 然后再在俄罗斯 欧盟和美国之间去寻求平衡 并最大程度地维护自己的利益 乌克兰做委屈求全的省者 也是迫不得已 毕竟乌克兰在大国面前 显得太落下了 而且考虑到乌克兰处于 北约和俄罗斯的地缘争夺的最牵眼 在双方压力下 选择沉默的状态 只能够更加安全 在我看来 用时间来疗伤 恐怕是乌克兰唯一正确的选择 那能觉得可笑的是 乌克兰竟然选择了一个 喜记元员当总统 一个根本不懂政治的人 演了一出政治闹剧 结果就被乌克兰能选为总统 这样的国家不倒霉 怎么可能 果不其然 就在最近拜登政府上台后 就开始怂恿这位演员总统 做妖了 拜登先声布给了乌克兰 1.2亿美元的军事援助 乌克兰政府就开始 在乌克兰东部发动了攻击 最近一段时间冲突一直没停 而最近更是动作很大 据俄新社报的4月2日报道 当天拜登首次与乌克兰总统通电话 他表示美国将推动维护乌克兰的 组权和领土完整 而在此前 乌国防部则宣布 一旦俄罗斯的侵略升级 华盛顿将支持乌克兰 乌交大楼的承诺也适应于 克里米亚局势 美方也提到 至2015年以来 美国对乌提供的安全援助 总额已超过20亿美元 而就在拜登与乌克兰总统通话前 数个小时 俄罗斯就发出警告说 任何在乌克兰部署美军 或扩大北约地区部署的举动 都将迫使 莫斯科竭尽所能的维护自身安全 同时 在网上出现了一些 未经核实的视频显示 大批俄罗斯坦克和其他的军事装备 正在向乌克兰的边境移动 反观乌克兰 那更是没闲着 乌克兰国防部4月3日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特别是要制定防御措施 接着发动攻势 以恢复国家边界 确保一个正被敌对邻国侵略的国家的领土完整 上述情况是 美国在拜登上台后 就开始支持并鼓倒乌克兰收复东部领土 为此 乌克兰军队已经发动过攻击 并开始向边境大规模的调兵 毫无疑问 作为家门口谨慎的那点缓冲 而绝对不会允许 一个亲美的乌克兰收复东部领土 因为一个完整的乌克兰宣布加入北约 那对俄罗斯来说 简直就是国家恶门 为了避免最糟糕状况的发生 俄罗斯已经做好了军事冲突的准备 并在边境部署了大量的军队 这也就意味着 一旦乌克兰军队大规模的攻击东部的民地武 那么俄罗斯很可能就会像2008年那样 直接对乌克兰军队进行打击 所以 现在只要乌克兰政府稍微不冷静 乌克兰就将面临着一场战争 而对手就是世界军事强国俄罗斯 如果真发生军事冲突 乌克兰面对俄罗斯绝对不堪一击 真走到那一步 最好的结果是乌克兰挨断打 而后由俄罗斯在乌克兰中间划一道线 乌克兰以后都将处于高度制制的状态 那现实却可能是东乌克兰申布独立 甚至在独立后申布加入俄罗斯 如果真的发展到东乌克兰独立的地步 乌克兰就彻底的失去了东部 西部主要是靠农业的乌克兰 也将失去加入欧盟的机会 未来 这个国家将陷入万劫不复 几十年后就可能直接灭国 然而 面对这样的局势 乌克兰却正在美国的怂恿下准备做战略冒险 冒进发起对东乌克兰的军事打击 这场战争会不会爆发 客观上不取决于俄罗斯 而是取决于乌克兰 只要他不进行战略冒险 俄罗斯肯定不希望家门口爆发战争 然而 如果乌克兰真的要进行战略冒险 那么普京就别无神圣 看现在的假设 乌克兰有依靠美国收复东乌克兰的幻想 如果乌克兰真的因此爆发战争 请问美国靠什么支持乌克兰 也别说现在 2008年美国还非常强大事 面对俄罗斯军事打击格鲁吉亚 美国小布什政府也只能够是无奈的判官 格鲁吉亚尚且录制 乌克兰又能够有什么区别 既然这套案不过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